看我在这个超大的石像上面发现 那里有一个黄金的鲨鱼 这个鲨鱼好像是一个毛壳 我们看一下 但是它好像被人拆开了 肚子这里好像还有 这里面好像是个豆条 我们看一下 找到六个发光战士 可以复活石像 这后面哪里会有发光战士吗 这里面没有啊 会在这附近吗 这里好像有一个 它是一把剑 不过它应该也是可以变成站似的 但是它这边 果然可以发光 这个应该是 我们给它放在这边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 黄金的鲨鱼 也给它放在这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具体 这边好像有一个 这个好像是一个 龙战士修完的大鸡鸣嘛 但是它好像是不能发光的 它应该是不能发光的 先放在这里 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一个了 然后我们 再看一下 这个里边有可能有吧 我们去这个里边看一下 这个里边好像有点黑啊 不知道哪里会有 这个是 这红色的士绑 这个红色的士绑 哇塞 红色的好像是 它是可以发光的 龙战士修完攻击形态 第二个战士攻击形态 龙战士修完 然后我们再去找一下 刚刚是在这边找到的 在这个里边 我们看一下 这个上边 这边还有一个 这好像不是吧 它是个小鸭子 它也是可以发光的 但是它应该不是战士 我们看一下 刚刚是在这里找到的 这里还有一个 它是一个反射形态的 也是可以发光的 又找到一个 第三个战士 反射形态龙战士修完 现在我们就找去三个了 我感觉那个洞里还有 我们再去找一下 刚刚是在这里找到一个 然后这个上面找到一个 我们再看一下 只有里边 这边还有一个 哇塞 这个是 哎 我去 哦 这什么东西啊 它是可以发光的吗 哎 有声音的 但是它是不能发光的 这边还有一个 哎 这个好像是可以发光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超帅的龙战士修完的 防御形态 它也是可以发光的 找到两个了 应该还缺了最后一个 我们看一下 这个上面 哎 哦哦哦哦 哇塞 这个小青蛙 可以发光吗 哎 它好像不能发光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个 它是一个龙战士修完的手表 这个好像也是可以发光的吧 试一下 这边有个按钮 哎 哇塞 它现在可以投影啊 应该是找去遛过来 然后这边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上边 哎 哦 哦 这边好像没有了 然后这里还有一 高特曼卡包 拆一下这个卡包 哎 ZR呀 超帅德塔 德塔天桌 运气太强了吧